两岸最近常常所谓的有一些说法或争执的地方 屡屡要升成为国际的讨论焦点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很清楚就画下所谓的台独红线 但是台湾这边蔡英文总统却是在中华民国 来看到的是国庆日的时候 说出了是两国论的类似说法 这恐怕让两岸关系再度二化了 我们来看到先说的是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面的立场 他特别强调了是说我们坚持不变 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主张 那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的改变 他也向了在野党喊话 那期盼团结而且重点是这四个坚持 其中第一点来看到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哇这一句话很重要 待会好好来讲 另外还说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遵从全体的台湾人民的意志 那对此呢前驻纽线大使借文集说 蔡英文这一次真的把台独颜色给露了出来 蔡英文这一篇的这个国庆的讲话 他讲到说这个中华民共和互不隶属 我觉得他的严重性高过于这个两国论 因为两国论的时候 两国论就是蔡英文他们在搞 他在这个李登辉时代搞 可是他还讲是一个特殊的关系 特殊的关系跟互不隶属 你想想看哪一个是比较比较激烈 当然是互不隶属 很直接了当 那我觉得他现在在这里就是说 最近一阵子的两岸的关系的发展 把他逼出他的原型 这本来就是他的想法 只是过去他可能迫于形势 他还不愿意这样讲 那这次他就怎么样 把他的真的颜色给露出来 That's her true color 他的真的颜色就是如此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我们都应该应该好 应该就是说 应该不要存什么幻想 对蔡英文来讲的话 因为蔡英文这个路线将来走下去 那就是两岸的话 就是这样就是对撞 那么他看起来并不在乎 会不会对撞这个问题 好针对蔡英文说呢 这所谓的互不隶属这个说法 我们来看到的是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呢 表示说蔡英文这篇讲话 就是鼓吹台独 煽动对立 那割裂的是历史扭曲事实 而且所谓的共事团结 就是所谓的谎字 而且呢要绑架台湾民意 勾连外部势力 为所谓的谋独挑衅张目 而且痛批民进党当局啊 可以说是勾连外部势力 狭扬自重 那疯狂的谋独挑衅 不断的制造事端 所谓的维持现状 不过就是企图满天过海 欺骗世人 当前呢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呢 是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国大陆啊 打击遏制台独 是针对民进党当局的 还有呢台独势力的倒行秘师 不是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 民进党当局的挑拨离间 那混淆视听是欺骗不了台湾这边的民众 以及国际社会的 那他说呢 中国大陆这边主张的是和平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最符合就是台湾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 愿意呢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呢 解决两岸的分歧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坚持的就是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两岸基础的 所谓的政治基础 民进党当局啊 否认九二共识 破坏了对话基础 谋求台独分裂 而且关闭了两岸对话大门 这难道不是改变现状吗 如果这也叫善意的话 到底还有什么叫做恶意呢 而且这不是冒进的话呢 什么叫做冒进呢 而且呢民进党当局呢 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嘛 疯狂的打压意己 推行呢去中国化 渐渐的台独 而且强行的割裂台湾民众 以及中华文化 还有民族的血漏连结 那伤害就是台湾的同胞的相关利益 而且呢特别说所谓的 这个台独的问题 那而且呢来看到 但这一番谈话呢就被说充满了 所谓两国论的言论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透露说 蔡英文是在包括中秋节前就已经拟定好这相关的出稿 这是呢他作为怎么样不再竞选连业的总统 想对台湾人说的内心话 马英九基金会的执席长肖旭成啊就认为 蔡英文这次把两国论的框架清楚的标示出来 他不是急性之作 而且呢这让他宣称 不冒进啊不挑衅成为谎言 另外呢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黄奎博呢 他也说两岸关系啊走向僵局 蔡英文演说不止会被大陆解读 是两国论甚至是四国论 对人会认为啊其实 我们或许不要讲蔡英文是两国论 而是呢他应该可能在玩四国论 那四国呢就是他讲的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他最近朗朗上口的 不知道从哪来的中华民国台湾 还有按照民进党的党纲 所谓的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是在玩四国论 反正天下大乱可能对他的形势大好 但是我也希望他这样的天下大乱 不要让台海真的进入到兵凶降位的状态 首先我觉得这个国台办啊 他必须要这个事实的反应 他们认为蔡英文所说出来的 不符合北京要求的这些言论 所以他的这个语调相对拉高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确实也没有拉高到过去 讲到这个譬如说讲到这个两岸 可能不排除这个和平之外的方式 这样子已经更尖锐的这个说法 那至于陆委会的话呢 我觉得陆委会其实他跟蔡英文两边 可能自己要坐下来谈一谈 到底两边的对于中华民国的定义 还有他的时期可不可以先讲清楚 不然的话陆委会我觉得有时候会打脸蔡英文 不然就蔡英文打脸陆委会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两岸关系呢 确实已经走到一个僵局 而且这个僵局呢 还包括了台湾内部的 所谓的台湾主体性的一个代言 还有中国大陆很高度的 所谓爱国主义的代言 那这两个力量的相碰 最后呢 我们只能看看除了两边的自治力之外 还有包括最重要的第三方 美国是不是能够在这边扮演一定的角色 我觉得蔡英文她应该要扪心自问 她到底有多重视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因为她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理解 可能使用正式的国民 会让对方造成一些对北京关系的紧张 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 包括蔡英文在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还有她自己投书呢 很重要的国际期盼 The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期盼 她都可以使用中华民国作为国民的 但是她选择了用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怀疑 蔡英文可能并不是很重视 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而且呢因为她的不重视 导致了外国也觉得 好像不必那么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华民国的元首 蔡英文这方面应该要 谨言盛行 而且要自己多多擔心 对此今天来看到 下大台研所的副院长张文生 他也特别说呢 把所谓的中华民国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 就所谓两国论的这个东西 其实陈水扁时代呢也提过 那可以确定的是呢 蔡英文炒作两国论挑衅大陆的底线 另外呢其实不只是两国论引发争论 蔡英文呢其实还强调呢 是所谓从1949年 中华民国立足台湾以来 经历了多少 经历了72年 在这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 努力之下成就了今日的台湾 但是呢 买酒基金会的执行长萧续成啊 他就质疑说 中华民国是有110年的历史啊 那怎么会在蔡英文的口中 变成了折寿 怎么折寿变成只有72年而已呢 所以呢可以发现说呢 是不是在进行所谓相关的 中华民国只有在台湾的这一块呢 也引发大家的讨论 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咯 邀请全球大视野的忠实观众 前进赞助高地 和国际职仇对决的忠实粉丝 正妹看世界的宝宝们 加入全球大视野频道会员 每月固定小额扣款赞助 知识中天继续做优质国际新闻与评论 请听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首页右上方按下加入键 让我们成为全球大视野family 会员有独享福利快来加入哦 好最后重播看到的是新加坡外交部长 维文10号接受的是澳洲天空新闻的主持人采访 谈到了新加坡跟大陆的关系 他对此呢强调说双边的关系非常好 主持人呢在节目当中有指出来说 澳洲跟大陆的关系最近几年来呢 外交跟经济上都相当紧张 而新加坡呢跟大陆则是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 那维文则是表示说呢 自己也没有办法针对澳中的关系给出建议 但是呢大陆跟新加坡找到了合作的方法 即便呢双方有存在差异 但是新加坡也会试着去解决 而这样子的所谓的平衡关系 几乎呢可以说是适用在印太地区每个国家 但是呢澳洲有听进去吗 也引发个大家好奇